彼得正走在一片树木丛生的地区 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从灌木丛中传来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决定去看个究竟 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怪小动物 他仔细看了看 以为是一只小狗 但并不确定 他决定带他去看兽医 到达兽医那里 兽医立刻惊讶地 尖叫起来 彼得和他的妻子比安卡 完全被兽医的反应吓到了 他们原本以为 兽医可能会对小狗的外观感到惊讶 但这种失控的表现 完全出乎意料 兽医简直是在尖叫 但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因为与彼得和比安卡 以及他们迄今为止 所谈过的任何人不同 兽医实际上知道 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动物 而那绝对不是一只小狗 也不是彼得应该抱回家的东西 当兽医最终告诉这对夫妇真相时 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有多愚蠢 他们犯了一个大错 把这个生物带回家 但这个奇怪的小动物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兽医会有如此极端的反应 彼得会陷入多大的麻烦 这是彼得完全不熟悉的声音 他小时候和成年时 在这些树林里走过很多次 但从来没有听到过类似的声音 他不禁被吸引了 他需要找到声音的来源 但事后他希望当初能够继续走下去 那一天 声音引导着彼得离开森林小道 走进了一些灌木丛 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面对什么 彼得知道自己必须小心行事 但当他推开一些灌木 发现这个发出奇怪声音的生物时 他很快就放心了 这个动物看起来一点都不危险 但他越看越觉得不明所以 显然这是一只幼年动物 但彼得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他只能猜测它看起来最像一只奇怪的小狗 但这种评估后来证明是非常错误的 尽管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动物 但他理解它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声音 这只小狗太小了 没有母亲在身边是无法生存的 看到它变得如此瘦弱 彼得怀疑他的母亲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 所以彼得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 是留下小狗 希望他的母亲回来喂养和保护它 还是自己带着它回城市 看到这个可怜的动物的状况 决定并不难做 他非常小心地伸手去抱起小狗 他带了一个小袋子 正好可以放下小狗 但是这只动物并没有停止它的哭声 显然它很紧张 走回城市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给了彼得足够的时间 来考虑接下来要做什么 他无法去兽医那里 因为周末兽医不开门 只有紧急情况下才会接待 但那将花费更多的钱 而彼得不愿意花那么多 但幸运的是 彼得也对自己照顾小狗的能力充满信心 他们家里有一只狗 当他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时 他们的狗生过一窝小狗 他当时非常愿意帮忙 只要他知道他真正面对的是什么动物 他为这只动物最需要的是小狗奶 尽管他没有母狗可以提供 因为他家的狗是公的 但他知道你可以在宠物商店买到足够的替代品 所以他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去了一趟宠物商店 尽管他身边还有这个奇怪的小狗 但这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人们从未见过如此小的生物 彼得开始被人问问题 但他的回答大多让人不满意 事实上他刚从森林里带出这个生物的做法 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 虽然他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一只小狗 但很多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一只小狗 但他们也不能告诉他这到底是什么 森林中生活着许多 我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幼崽 是什么样子的生物 这只动物很可能完全属于森林 而彼得正在干涉一件与他无关的事情 彼得对这种负面反应感到非常吃惊 主要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么看待 在他心目中 他正在做一件非常高尚的事情 他正在努力拯救一个毫无防备和无助的生物 彼得很快买到了他需要的奶 离开了商店 他不需要这些 并且他仍然相信他正在处理某种小狗 他确信兽医明天会证实这一点 眼下他将尽一切努力保住这只动物的生命 他已经停止哭泣一段时间了 但彼得非常确定他是因为筋疲力尽 看起来虚弱的可能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 回到家后彼得开始准备奶 甚至在告诉妻子比安卡他带了东西回家之前就开始了 当他走进房间看到他正在给动物喂奶时 他惊讶得目瞪口呆 但他没有太多时间震惊 因为他被迫迅速采取行动 就在他身后 他们的狗本杰明也走进了房间 一看到彼得手里的动物 他就冲上去开始尽可能地大声吠叫 比安卡勉强抓住了他的项圈 将他拉回 他们从未见过他们的狗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彼得将动物放下一会儿 帮助彼安卡把本杰明带到另一个房间 但即使关上门 狗还是没有停止叫 他们两个完全被这种行为所吓到 因为彼安卡本人 以前以解释他找到的动物而闻名 而本杰明以前从未有过这种反应 是什么让这个动物如此不同 稍安片刻后 彼安卡终于可以更仔细地看一看 他丈夫带回来的动物 而彼得则回去给他喂奶 这只动物尽可能多地喝了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情况越来越好 尽管彼得仍然非常确信 自己正在照顾一只小狗 但彼安卡却不太确定 与宠物店里的人不同 他实际上对彼得带回家这只动物 感到非常高兴 并认为他可能因此拯救了这个生物的生命 但他只是认不出这是一只狗 他拍了几张照片 而彼得正在为这个动物准备过夜的地方时 他实际上自己上网搜索 是否能找到与这个非常奇怪的幼崽相似的东西 他下定决心 但无论比安卡多努力 他都找不到任何让他确定 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的东西 他实际上开始相信这可能是一只狗 因为有很多种小狗 如果一只小狗失去了大部分的毛发 理论上他可能看起来像这只动物 但他也知道也许只有兽医才能给他们一个有信心的答案 所以他很高兴 彼得已经预约了第二天早上的兽医 他不想等太久得到答案 尽管小狗已经喝了很多奶 情况看起来好多了 彼得仍然担心 他可能过不了这个晚上 如果他对牛奶有不良反应 或者如果他太老 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在乎 但他确实在乎 所以彼得决定熬夜照看这只动物 比安卡非常惊讶 他的丈夫愿意为一个他几个小时前才找到的动物 做出这样的牺牲 他以前从未见过他丈夫这一面 对于彼得来说 幸运的是 这只动物在晚上度过了没有太多问题 在晚上他几次醒来 彼得给了他一瓶奶 比安卡甚至在凌晨三点左右来到他身边 看守这只动物 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睡觉 他对这个动物的感情肯定不像彼得那样 但他非常尊重彼得的行为 想要支持他 尽管他计划第二天早上也去医生那里 他太好奇了 他不去看看 这只动物后来被证实是一只小红熊猫 他的母亲从动物园逃脱 在森林里产下了他 兽医最终会向他们透露 他们并没有找到一只小狗 而是一只小红熊猫 他的母亲已经从当地动物园逃脱 并在此期间生下了他 员工们已经找到了母熊猫 多么奇妙的故事 多么奇妙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费